若望末世录 第二十章 以后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持深渊的钥匙和一条大锁链 他捉住了那龙 那股蛇就是魔鬼撒旦 把他捆起来 共一千年之久 将他抛到深渊里 关起来 加上封条 免得他再迷惑万民 直到满了一千年 此后应该释放他一个短时辰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 有些人在上面坐着 赐给了他们审判的权柄 他们就是那些为给耶稣作证 并为了天主的话 被斩首之人的灵魂 还有那些没有朝拜纳寿 也没有朝拜寿相 并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 也没有接受他印号的人 都活了过来 同基督一起为王一千年 这是第一次复活 其余的死者没有活过来 直到那一千年满了 与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 是圣洁的 第二次的死亡对这些人无能为力 他们将做天主和基督的司机 并同他一起为王一千年 极致一千年满了 撒旦就要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 他一出来便去迷惑地上四级的万民 就是哥格和马哥格 他聚集他们准备作战 他们的树木有如海滨的沙粒 于是他们上到那广大的地区 围困了众圣徒的荧幕和蒙爱的成意 但是有火自天上 从天主那里降下吞灭了他们 迷惑他们的魔鬼 也被投入那烈火与硫磺的坑中 就是那寿和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要日夜受苦 至于无穷之事 以后我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宝座 和坐于其上的那位 地和天都从他面前消失不见了 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地方 我又看见死过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就展开了 还有另一本书 即生命册也展开了 死过的人都按那案卷上所记录的 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 海洋把其中的死者交出 死亡和阴府都把其中的死者交出 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 然后死亡和阴府也被投入火坑 这火坑就是第二次死亡 凡是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 就被投入火坑中